1.3 振扎于命运和天命之间 命有两种 一个是天命 另外一个是命运 天命是你前方的一道光 就好像一块大磁铁吸引你去追求它 而命运就是你个人医知以外的力量 你身外的环境因素 它们从后面拉你 扯你 在侧面推你 击你 天命源自于内心 而命运来自于外在 相信天命的人 就会有跟命运搏斗的力量 和抵抗命运的追寻 在1819年 哈曼出生在纽约的上流家庭 他父亲是教养街游力广的富商 他本来很好命 但是后来父亲破产了 死之前还精神错乱 自此之后家中就一瓶浴洗了 哈曼在15岁的时候 只好离开学校 开始去找东西做 他做过银行的小职员 农夫 小学教师 但是都做不下去 在那个时代 如果你是家乡一事无成 在城里面又出不了名的话 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选择的 就是做水手出海了 说不定能够在海外找到机会 至少能够证明自己是一个男子汉 在1841年的1月3号 哈曼登上了步骑船 阿富希奈号 成为了步骑的水手 他经历了航海 步骑 叛徒 重伤 和食人族一起生活 恋爱 杀人 入狱 逃狱 夺船等等 他后来 有没有变成传奇的船长呢 或者有没有发到大财呢 都没有啊 他在25岁的时候 回到美国 开始追寻他个人的天命 就是写小说了 大概5年的时间 他出了6本的航海为主题的小说 但是反应都不是很好 其中一本写步骑的故事 出版第一年 只是卖了5本而已 后来出版社还发生火灾 消灭这些书所有的库存 他靠着岳府定期的接济 勉强维持生活 又靠岳府的关系 拿到海关的工作 他又不时怀疑自己 应不应该继续写小说呢 每次想放弃的时候 总是有挣扎回到书桌前面 他的太太在日记里面是这样写的 常日坐在书桌前面 直至到4点5点钟 都没有写过半个字 哈曼后来改写诗 他自己还出钱印刷 都是迈不去 他曾经写上给大作家霍桑 激动我的心灵 促使我写作的东西 我是写不成的了 因为他没有利可图 但是要我改变 不敢这样写 我又做不到 他在1891年就过世了 结束了生命 和命运糾纏的人生 他就是克曼梅尔维尔 他一本一年卖了五本的小说 就是白瓶记 后来还被大作家毛毛 以为是世界十大小说 梅尔维尔创造了一个 震撼人心的不老人物 阿哈船长 一个天命和命运搏斗的 邪恶巨大形影 毛毛说 我想不到有什么小说的人物 境界可以比美他 你必须看希腊的戏剧 才能够找到阿哈这种 逃不出命运的感觉 你必须看沙士比亚 才能够找到威力如此强大的 可怕人物 因为梅尔维尔创造了阿哈船长 白瓶记 因而成为一本非常非常伟大的书 可惜梅尔维尔命不够长 他只是活了72岁而已 另一切看到他的这一部 结作的伟大成就 嗯 用二笔把那锅周